本周依然是中国的两会时间 期间有一位法治记者问我说 政府报告中法治提的好像没以前多了 是不是法律地位下降了 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 法治已经上升到全新的高度 越发成为刚性的治国理念 两会前习近平主席强调 任何改革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 而本周李克强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 再一次明确地说 中国追求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 而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前者法无禁止即可为 意味着让社会与市场主体 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而法无授权不可为 则意味着政府不是无限政府 而是要走向有限政府 这个限就是法律 毫无疑问 言语中法治正勾勒着 未来中国更大的自由与超越人质的边界 这应该是本周 人们透过众生喧哗而应该读出的重要信息 好了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赞成2887票 反对15票 弃权5票 周四 在两会最后的议场中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表决结果 是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赞成票比重最高 反对票数量最少的一次 根据代表委员的意见 这份政府工作报告做出16处修改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内容 拟增补写入报告 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 也再次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 其中对于有人担心中国反腐 会不会是一阵风的问题 李克强表示 有贪必反 有辅必成 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 实行零容忍 无论职位高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 要用法治的思维 用制度来管权管钱 而减政放权 正是减少权力寻租 铲除腐败的腐底超新之策 此外 李克强还特别提到 不片面追求GDP 但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 不能等风叛雨 要主动出击 铁腕置屋 加铁规置屋 要把公正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 31人死亡 9人失踪 本周针对3月1号 在近几高速公路上 发生的特大威化品爆燃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本周最新披露的数字 大大超乎公众的预料 3月1号 位于山西省靖城市境内 近几高速的延后隧道内 两辆甲醇车追尾相撞 导致前车甲醇泄漏 在司机处置过程中 甲醇起火燃烧 随后 两车的司机和押运员 汽车逃离 而此刻火誓言隧道迅速蔓延 当时正在隧道内的42台车辆 及煤炭等货物被引燃引爆 其中还有一辆拉有液态天然气的车辆 熊熊大火 在这段长达800米的隧道中 燃烧了将近三天后才被扑灭 据悉由于燃烧车辆多 时间长 现场情况极其复杂 搜集的大部分遗体残骸 已经高度碳化 DNA鉴定困难 难以确认预难人员数量和身份 围绕这场严重事故 本周披露的更多细节和隐患 更是令人担心 拉运甲醇的车辆 仅是挂靠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 而这个公司只收钱不管理 安全教育流于形式 所谓考试 交钱签名即可 事故车辆的司机和安全押运员 对其所拉货物的特性 事故应急处理方法一概不知 而隐藏于高速公路上的安全漏洞 还不至于此 隧道中间的应急逃生通道关闭 烟雾报警器失灵 且缺少通风设施 给救援逃生增加了困难 由于消防水龙头不出水 大大延误了灭火时间 此外 隧道附近设有煤减站 导致月煤车辆通行缓慢 致使事故发生路段拥堵 进一步加重了事故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执行 刘纸 转发 执行 突然纸 转发 执行 可事由缓族转发 执行